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很羡慕会画画的人 我一看到Leslie画的画我就好喜欢 她画的好特别喔 食物 食材 有的时候会画植物 那也会画出人情味 你是从小就学画吗 对 我小国中就是念台北的美术班 所以你应该是那种从小就很有画画天分 所以家人刻意栽培你去念美术班对不对 对 我觉得是妈妈自己也很喜欢画画 所以让我们姐妹都去从小去学画这样子 可是你应该不是一开始画画就专门画食物吧 小时候学学校教的东西当然是很制式的内容 或者是一些技法的练习 我画食物真的是到了大学 才开始切入记录饮食的这个习惯 我想你一定是非常热爱美食的 对不对 因为画的都是食物 小吃 大业小酌 大学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无奈 真的吗 我其实国小国中就很爱画画 所以去念了美术班 但到了高中大学 就因为毕竟我是长女 家里又是单亲家庭 觉得好像从事艺术创作的工作 好像不是一个未来的出路 对就被迫就放弃了这条路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念教育语系 教育语系 但是我内心还是很喜欢创作 还是跟绘画有很大的热情 所以我当时其实画食物是一种弥补心态吧 就是上课的时候偷偷把一天三餐吃了什么 把它记录下来 像是日记的方式再记录 你该不会就这样画了四年吧 你真的是画了四年 上课都没专心就对了 真的好多本那个食物日记 同学都觉得我很夸张 那你后来到美国 我看你学的是这个环境平面设计 Environmental Graphic Design 所以你研究所的时候 是又回到了艺术创作这个领域的意思吗 研究所的话 其实我去美国念的是设计 环境平面设计 跟艺术产业其实也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学所学的 跟绘画没有直接的关联 但我对画食物这件事情 已经成一种执着了 所以在求学阶段 那我们可能什么叫环境平面设计 我们就是把平面设计的范畴 再延伸到空间领域上面 所以它可能可以是一个餐厅 它可能可以是一个机场 或是百合公司等等 那我那时候专注的环境空间 就是餐饮空间 厨房 餐厅 对 因为我是其实对饮食产业有热情 但因为我学的是设计 然后就把这样子的喜好结合起来 那那个时候上课应该没那么无聊了吧 对 其实当时我在美国念研究所 还蛮 我觉得蛮感恩的是 他们有很多跨国的机会 就像我在美国研究所阶段 有去到玻利维亚 去到南美洲做一些志工 然后也是跟当地的NGO餐饮集团 去做一些实习 所以后来又到了葡萄牙 毕业后到葡萄牙 都是跟着学校的资源 前期的时候 那也都是跟饮食产业有关的吗 这些志工服务的机会 其实我们当时身为设计系的学生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科系 然后到当地 我们就自己去找相媒合的NGO组织 那因为我自己热衷在于餐饮产业 那刚好在玻利维亚 当时有一个丹麦的餐饮集团 他们到拉巴斯这边去创立了一个 算是结合饮食教育 结合fine dining 然后又结合一个社会运动的一个组织 所以我们就在当地开始去做深入设计的一些协助 这个听起来很特别 如果在台湾应该少有这样的机会 对那也是2013年的事了 十几年前了 十几年前的事情 但是在玻利维亚的非常宝贵的实习经验 是不是对于你后来专职从事饮食插画设计这个工作 有很大的影响跟启蒙呢 对 因为以前画画其实是为了自己嘛 就是自己的日记 并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可以变成工作 或是可能影响人 那当时我在玻利维亚工作的机会跟经验 我就发现其实饮食可以影响的层面太广了 对它可以促进很多的 比如说饮食教育也好啊 当地的经济啊 或者是观光 那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借由 是需要视觉设计去协助介入 那帮这件事情可以做到传达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其实这件事情是我很热爱 那也很希望可以投入一份行李的 对 你很幸运呢 听到这里就觉得你的兴趣 你好像找到了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对 在很前期的时候看到 世界顶尖的人在做什么事情 就让我眼睛就突然打开了 好像你的论文也是从事这个方面的 对 当时我就花一个学期的时间 在那个餐饮集团里面去做一些研究 就是把视觉设计跟餐饮环境 空间餐厅怎么样去做结合 然后去达成一个饮食教育的目的 或者说可以是传达讯息的目的 在玻利维亚你也画了不少跟饮食相关的画吗 非常多食材 食材 因为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发现一个问题 就不知道你有沒有经验是去旅行的时候 可能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 语言不通的时候 你那个菜单有十样是九样看不懂 那个时候就非常困扰 那当时他们这个餐厅又有非常非常多的外国观光客 那他们当地的食材很多是连英文的翻译都没有 所以在点餐的时候 其实就会造成很多时间上沟通的困难 要解释很久 那当时我就第一个project就是做菜单的土库画 就把当地的食材建立成图库 所以当客人在翻这个菜单的时候 他就像是在看一个食材的百科全数 大概可以知道他在吃什么 好有趣喔 那你的论文的题目是我很好奇 还记得吗 Environmental Graphic Design in Dining Environment 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些实验跟结合 后来到葡萄牙又是怎么回事 毕业之后 因为我做的论文研究都是跟影视产业相关 那后来毕业展 教授就带我们到葡萄牙去做创作 我觉得这是我在求学期间很大的收获 因为我们其实不同的教授 他们专精的领域不同 那这位教授他其实就是一位street artist 就是涂鸦艺术家 所以他带我们到当地葡萄牙去做艺术创作 那当时我的要做的内容是策展 所以就是帮所有的毕业生一起去做一个艺术展览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跟练习 每个人都做创作嘛 所以我自己在当地的艺术创作 就是十界地图的一个系列的创作 十界地图 十五的十 十五的世界 因为我发现其实在各个不同的文化下面的影视文化冲击 实在是对我影响太大了 那我去葡萄牙之前 我也是对这个地方毫无认识 我真的只记得 去之前只知道不是蛋挞 葡萄牙饮食是什么 所以就是很草根性的 到当地吃到一样东西我就把它画下来 那就慢慢慢慢填了一个全开的牛皮纸 的一个葡萄牙的地图 就是当地我吃到的食物去拼凑起来的一个作品 其实Leslie的话很特别就是她几乎都是画在牛皮纸上 那我觉得牛皮纸的那个材质跟颜色 让她的画风跟一般的我们好像看到画食物的那种感觉非常不一样 我的口也很拙 我说不太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就是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但你我觉得带牛皮纸去旅行 好像或者是你到一个地方去实习去工作 好像不是那么方便 而且你刚刚说你戴的是全开的牛皮纸 全开很大欸 牛皮纸是因为我当时穷学生嘛 就是我们学设计或买绘画用具都非常的昂贵 所以当时就用现有的工具 我当时就是随手拿了一个 我有随身系带的色鉴笔 然后跟一个面包纸袋 就临时想要把这个东西画下来 那我就觉得这个效果我还蛮喜欢的 所以后来才延续我都用牛皮纸跟色鉴笔 可以边旅行边画的方式 那全开牛皮纸当然就是我去当地买的啦 去当地去找全开牛皮纸来做创作 那你拎着它你平常是把它卷起来是不是 我想象的时候你怎么拎着那个纸 可全开牛皮纸很大 有的时候你到比方说餐厅 也许咖啡店它的桌子很小 你要方便工作吗 当时就是不管了 就像餐桌巾铺开来的地步一步画 很多都是在那种什么户外的咖啡座啊 就这样铺起来就画了 常常就会引来围观 因为这个人在画什么 你让我想到我们常常在国外旅行的时候 也会看到一些街头艺术家 但是我还没有看过 有人是拿着很大的一卷的全开的牛皮纸 铺在桌上做画 不过那让你的画风真的非常特别 其实我觉得那个尺寸的大小也影响蛮多 因为以前我上课画时我是偷偷画嘛 所以我都画在很小的笔记本上面 那当时到了葡萄牙 其实我已经很确立我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对影史的热爱跟艺术创作是 我很想追求的 所以当时就不顾了 就买张最大的纸来画吧 所以那个大小其实真的是有心境上的转变 更开阔了 更海阔天空的感觉 也是这样子才开始我做艺术创作的一个起点吧 在葡萄牙的时候 那当然啦 我觉得你有会画天分 有会画是一回事 想必你对影史的热情是非常惊人的 你是走到哪吃到哪画到哪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 其实是对生活的热爱 我想要把这件开心的事情给记录下来 就延续这样子的感动吧 跟珍惜每一次的用餐经验跟食材 其实就是我当初会想要把它画下来的原因 你边吃边画吗 前期是 菜都凉了 会不会 葡萄牙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你这样该不会菜都 就用餐时间特别久会不会 其实这件事情就训练了我绘画食物的速度其实蛮快的 因为要在它还没有完全凉之前可以品尝 厉害啊 厉害啊 但现在我其实比较少这样子了 现在的话大部分就是吃完再 有感动的时候我们再把它画下来 那你会拍照 会 也会拍照 不然可能会不会忘记那个食物的样子 或者是它的线条啊等等 我觉得这样子它在吃美食的时候一定有特别不同的感受 因为你除了享受那个味道 你还想把它画下来 当你画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想把那个美味给画进去 这是一定的 对 就是想把当时的感动给味觉转换成视觉的一个过程嘛 当然也是想要延续这样子的感觉 那我会画的当然是我觉得有感觉的食物 好吃的 一开始是这样子 那后来我发现我在记录的不是只有美食 我在记录的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现象 所以常常我在画一些异国料理的时候 很多其实我自己不一定吃的习惯 但我觉得在当地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经验 那我也是把这个经验给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美食并不是一个重点了 而且是整个饮食文化跟我从食物去认识不同世界的一个切脚 当你用食物认识葡萄牙的时候 是不是当时有特别深的感受 因为我在study Leslie的时候呢 我发现她在应该是也是将近十年前吧 你在葡萄牙你就创作了一本刊物 叫做完食制 游玩的那个完 那其实她的创刊号就在葡萄牙 那我想是不是因为当地 她让你的那种美好的食物经验太丰富了 所以足以让你把它成为一本杂志 这样的一个厚度这样的一个深度呢 对因为我在葡萄牙待了大概 第一次去是待了三个月时间做艺术创作嘛 画了那个地图 那因为这个有点像是行为艺术的作品呢 让我得到了非常多的当地人的帮助 非常多人会热情的跟我在分享说 那你应该要去哪一间餐厅 我推荐你我的口袋名单 变成是一种跟当地人交流的一个过程 那当我这个地图已经画满了 我还有很多的口袋名单没有画进去 当时就想说在展览的时候 那我们就把这些我的笔记 食物笔记做成一个刊物 那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分享 哇 所以就有了第一期的完食制 哦哦哦 哦哦 那时候叫Aunce Magazine了是吗 对 就已经有Aunce这个名字了 对 完食的谐音 但是也有一点饮食的成分 一盎司一盎司 哦 哦哦 因为这本书呢 后来还得到了奖项嘛 对不对 这个书它后来得到一个奖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是到 因为后来并没有想说要做成系列的 当时就是在葡萄牙的一次各展嘛 那后来很有趣的是当地的外国朋友 他们很好奇说那你是台湾人 台湾的饮食是什么 所以我们 其实我就觉得说那我应该也要做一本 介绍台湾饮食的刊物 所以第二期就是介绍了 我日常生活中会吃的台湾的一些小吃啊 但是你是在国外花 第二本 我在台湾的葡萄牙的时候 就同时初看了这两本 那因为这样子的契机 所以就陆续每次去到一个新的城市 那我就会把我的当下的饮食笔记集结起来 变成一个刊物 那这个刊物现在目前是出到了13本 有一些当地的独立书店就帮我送比赛 有得到一个西班牙的设计奖 叫Gorman Award World Food Gorman Award 就是世界美食家图书奖 那当时有得到一个设计手奖的奖项 哇13本 现在还在陆续出当中吗 疫情期间停刊了蛮久的 所以应该今年会有新的期刊出来 那你这13本除了葡萄牙跟台湾之外 还包括了哪些地方 第三本就是伦敦 再来是巴黎 还有哥本哈根 然后去了美国 纽约 西班牙 意大利 哇你去了好多地方 前期比较多欧美的城市 后来回到亚洲之后就日本韩国新加坡 这些就是真的就是我自己旅行的笔记跟记录 非常及时跟随笔的内容 那你这样子记录下来 这样的刊物就在当地发行 对前期的话我们真的就在当地找印刷厂 找书店 找独立书店 然后去分享这个作品 好厉害喔 所以前期的话真的是蛮辛苦的 但做到后面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好交朋友的方式 对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我现在每到一个城市 其实都会询问在地朋友 有什么样子的口袋名单 那当然他们回到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 也是一样这样子的互动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种交流方式 除了是以美食交流之外呢 其实他还把当地的那种温度 把它画下来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那你在国外这么多个城市游历 后来为什么想要回到台湾啊 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对因为其实我内心当然还是很爱台湾 虽然国外的世界非常的 尤其对艺术创作产业来讲 是机会很多的 但我一直认为说我的生长的环境跟土地在台湾 我想要把我在国外学到的 不管是所学经历 在台湾也可以做一些什么 所以其实我当时回到台湾创立工作室 也是这样子的契机 希望可以在藉由设计跟创作 可以在餐饮产业贡献一份心力 回想最初你大学的时候去念教育 那是因为家里觉得可能艺术这个方面 未来会比较没有出路 但是当你就是好多好多年以后你回到台湾 你决定以这个为你的事业了 当时会不会担心出路也是比较窄的呢 有担心过 但很幸运的是 发现其实机会没有少过 可能我都是偏比较被动的 但是有这样子的需求或共同志同道合的餐饮界的朋友 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主动跟我联系 所以当我有这样子的机会 我当然也是全力以赴去做我们志同道合想要达成的理念 所以不管是在一般的设计 比如说菜单的设计 环境的空间的壁画 一直延伸到可能我们做刊物做插画的设计 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现在工作是在承接的所有面向 其实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拍照 那也就是说这些餐饮工作者除了照片 其实这样的影像已经可以为美食留下很真实的记录之外 他们仍然认为画画 画是一种很好的一个表达方式 你觉得为什么 就是你回台湾之后你有这么多的机会来找你 你都是被动接受这些机会 应该说绘画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工具 那我真正要做的是借由这个工具去串联去传达 所以你说拍照它也是一个工具 没有说不OK 但是我在行的可能是用绘画的方式去做传达 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餐厅他想要传达一个故事 我用画的方式帮他把这个故事给传达给客户 那如果说今天他是有一个策展的概念 那我们可能用展览的方式去呈现 所以其实这就是我选择的媒材 比较擅长使用的媒材 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告诉我们的听众跟观众朋友 就是说你大概所承接的案子是什么样的案子 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可以在那些餐厅或者是场域里面看到那些作品 而作品的这个图像都是以食物为主的 比较近期的餐厅比如说香色餐厅香色主厨 他很年轻也非常的有想法 所以每一次的餐期他都有一些很棒的idea 那我们就用沟通的方式 用视觉的方式帮他传达出他想要给客人的一些惊喜 所以是画在菜单上 他呈现给消费者的形式是菜单 不是菜单 但他就是在可能其中一道菜里面会出现某一道画 这样子用比较有点像是一个小惊喜的方式去呈现 那这就是我觉得绘画它可以是一个工具 那它这个工具怎么样去跟用餐的环境跟经验结合 它其实是不局限的 不一定只是我们想象到纸本的菜单 真的我们的想象好贫乏喔 也就是说我们在享受那个美食的时候 还可以看到一幅画 它可能不是用画作的方式呈现 那这个我可能要卖个馆子 因为最近这个餐还在进行中 我觉得非常有趣 是用音乐的概念入菜 另外还有一间餐厅也很推荐是 Nobuo Chef Nobuo他的餐厅 其中有一道菜对他来讲是意义很深远的 所以他请我为这道菜做一幅画 那在这道菜的时候呢 他会把这幅画就是送给客人 这一个小卡片 那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去帮助厨师 去传达他想要传达的意念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我们熟知的一些比较find dining的餐厅 他们其实对我来讲他们也是一种艺术家 只是他们在传达的方式是用食物 然后我用视觉的方式 那等于是两种不同的产业去做激荡去做跨界 那这也是我现在从事这样子的设计创意产业里面 我觉得是非常希望可以更多元 不局限在平面 毕竟环境平面设计 所有的我们周遭会遇到的 比如说空间也好啊 整体的氛围这些都是环境的一部分 哇我觉得你们的创作是带给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想象 对这个是比较近期的合作啦 那当然比较像小吃店也有合作过 热炒店也有合作过 真的怎么合作呢 其实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向子口的美食家 这个是Leslie她最近出的一本书 她环岛美食旅行之后呢 其实她画了很多的小吃 像这样的一个比较大幅的食物地图 因为前期我有画一些台湾的食物地图 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就是热炒店老板 她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这幅画 她就主张跟我联系说她很喜欢这幅作品 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作品可以挂在他们店里面 她是开一间热炒店的老板 当然就是对我来说 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所以其实我们合作的餐饮业界的客户 形形色色的各种类别都有 酒吧也很多 当然听Podcast的听众朋友们 你就可以想象 这就是一个台湾地图 台湾就是那个类似像番薯这样的一个形状 可是上面呢 其实从南到北每一个角落 它都充满了很多的美食或者是食材 以及当地可能是它特有的物产 那满满的整个台湾非常的色彩缤纷 让人看来就觉得 哇有一种满足感 好开心哦 这个其实你那个时候在葡萄牙好像也是 类似这样的作品对不对 是葡萄牙地图 葡萄牙地图是我的第一幅 那后来因为每一本刊物的初刊 封面都是当地的地图 所以这样子的作品是一个延续性的 就希望未来可以画完世界地图 是一个很远的一个目标啦 但是持续进行中 所以你回台湾创业到现在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2016年回到台湾 所以差不多7年吧 这7年来你的感觉怎么样 就是你带着你的热情跟你的专场回到你的国家 那你又现在又在做你喜欢的事情 又跟好多餐饮业的工作者激荡出很多的火花 这种感觉很满足吧 是我觉得前期真的比较辛苦 因为前期的话 可能像这样子的 方伊丹宁的餐饮 餐饮环境在台湾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 很难找到相对应这样子的工作机会 那当然我们就从不同的方式切入 比如说我教画画 比如说我帮店家去做设计这些的 那近几年的话 我是感受到很多可能也是出国回到台湾 对的一些职人或者是厨师 他们也想在这里尽分立 所以这一两年来 我们其实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这些职人们 这样子的感觉我真的觉得非常难能可贵 就是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吧 可能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 你碰到的职人好朋友们 你们做出了可能过去 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些作品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书出版的时候 我们其实在The Studio办了一个画展 那这个画展其实就是把书里面的画作给展出 但是除了视觉上的展览之外 我们其实也延伸办理场餐会 那这是我一直很想要尝试的 就是希望来看展览的人 不是只有视觉上的食物 味觉上也可以感受到 所以当时我们其实就跟Chef一起合作 我请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做画界合作 他用我的画作再去创作以台湾料理做的料理 做的创意料理 然后我们办了一个这样子艺术餐会的形式 去呈现给观众 所以像这样子的比较实验性质的活动啊 餐会都是比较近年来我们很希望可以持续的 你的画成为这些Chef的灵感了 因为他可能不见得做过这些东西 因为这一本就是Leslie 她在去年底出的这本书 《巷子口的美食家》 其实里面大部分都是小吃 全台各地从北到南的小吃 那你把它画出来之后Chef依照你的图来尝试做这样的小吃 这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种画界 我觉得这本书 其实看了当然就让人非常的享受 从封面到封底到里面的每一页 你知道我觉得人呢 天性就是很喜欢美食 那Leslie的画风很特别 那这本书我觉得编辑的也特别好 这算是你的一趟环岛美食旅行吧 是不是 对无数趟的环岛美食 大概花了多久时间 大概花了三年多 从筹备到真正出版 所以我们是真的到每一个地方 就是实地去吃 跟在地人互动 请他们带我们去体验当地的生活 我是以一个外地人的视角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会有想要出这本书的起心动念 真的就是我希望可以跟外国朋友更深入的分享 台湾饮食是什么 因为老实讲我从小在台北长大 大学毕业就出国了 很多外县市我没有去过 那在外地发现很多人对于在地的 他们自身的饮食是非常的了解 然后也有这样热情跟我分享 那同样的心情我也会觉得说 我对台湾饮食好像了解不够深 就刚好趁着这四年不能出国的时候 就深入环岛然后去收集这样子的资料 哇真的是非常特别 其实你在台湾做的这件事情 很像你过去在 不管是葡萄牙或者是纽约伦敦那些城市 其实你在那边也都是一样是一个外地人 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那其实你对于当地的一些食材食物 并不是那么真的了解 所以需要跟当地人沟通 那就有了一些美好的交流之后 你再去寻访这些美食再把它们画下来 其实交流真的是蛮大的一个成分 所以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我也蛮意外 刚好很多外国朋友来到台湾玩 那他们其实很希望说可以知道 我们台湾的小吃有哪些嘛 那带着这本书就可以 如果我不能陪伴他们去到外线市 那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初步的参考 所以我们去到当地 当地朋友带我们去吃的一些口袋名单 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跟Leslie聊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这本书应该翻译成多余版 就是可以给观望客看 这个非常适合 喜欢台湾向往台湾的老外 当然也很适合本地人 因为我觉得像我是个白巴桑 那不管你是不是住在台北 其实你不管住在任何地方 我相信你对于台湾的这个大街小巷 各个城市的美食 你一定没有办法可以了解的那么全面 或者是吃到那么多 吃到那么多 从南吃到北 对 真的是要花时间去吃 因为还蛮多是蛮隐藏的 可能一些老店啊 或者一些店家是 如果不是当地人带我去 我可能不知道 对比较 比如说他要在早上才有啊 或者他要在某个时段 他才会出现的 那这样子的小吃就是我 觉得蛮庆幸有在地朋友带路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 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很多耶 对 因为其实像我们在收集这些 口袋名单的时候 我一开始都是问 比如说当地的厨师朋友啊 等等的 那他们其实就会跟我分享说 他们平常日常生活中 会去吃哪个巷仔口的美食 那很多小吃他可能不是 那个味道我觉得是其次 但很多的是他们的记忆 就像我分享我们家巷口的小吃 其实相较于其他的 比如说有一间霸丸店 那个从小到大我吃到大 我对霸丸的认知就是那个味道 但因为我旅行的时候 我发现台湾全不同的地方的霸丸都不太一样 那我就了解到原来我认知的霸丸 这么少 只是冰山一角 霸丸有学问的呢 可是我带我外国朋友来台湾吃霸丸 我就是带他去吃我家巷口那一家 那他就说 我觉得没有很习惯这个口感 我就可以跟他说 那你可以试试可能屏东的口感的 不同的蒸的或是煎的或是炸的 对就是一个实地去一间一间去吃 我才知道原来台湾的小吃学问很深 这里面光是霸丸其实就写了不少家 那其实除了就是霸丸 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美食之外呢 有的我觉得Leslie她写的话的是蛮深的东西 比方说像意面好了 我们一定不知道意面从哪里来 而且她这里面居然有写意面 为什么叫做意面 她的发音其实也是有一个缘由 所以我看这本书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你会发现自己知道的台湾 光是在小吃这方面所知还真的蛮少的 对啊因为要收集很多资料嘛 所以其实也藉由做这本书我自己也认识 重新认识了一次台湾小吃 那当然小吃只是台湾饮食的一个面向而已 那目前这本书是以小吃的角度 那未来当然我会想更深入比如说物产 对台湾的我藉由这本书 其实我去参观了一些农场 比如说木鳖果台东木鳖果的农场 然后是可可圆 那这些都是食物制造过程很前期的样貌 对我来讲真的是大开眼界 那还有我去朋友云林的那个民宿 云林这边有一家民宿好精彩 他们家后面种好多蔬菜水果 然后有那种新鲜的肉桂叶可以当场就是让我吃吃看 那这些经验其实我觉得都是实地去感受 才有的一些体会 所以接下来你的工作室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其实我们一直持续都是希望可以用视觉去传达影视文化 不管是台湾的还是国外的 那当然我自己的话会更多的持续在艺术创作上面 因为设计面是一个比较实物性质的嘛 那艺术创作的话就比较感受性质 那我自己的艺术创作其实也是在这一两年开始 我觉得对吃这件事情有很多的更深一步的想法 因为吃了很多之后就想说那再下一步是什么 所以这也是我在建构的创作当中 还在探索 对 探索不完 我看到Leslie的手背上面有非常特别的刺青 一边是一个汤匙 另外一边是一支笔 右手是一支 右手是一支 看起来是铅笔 对 因为我很常用铅笔做画嘛 然后再来是左边的汤匙 是我其实就是有由来的 因为我去玻利维亚工作实习的时候 当时厨师 当时工作的老板 他就送了我他的厨师的汤匙 对他们品尝菜色会用的那一支 对他就是给我做纪念啦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很喜欢收集汤匙 所以我到每个国家都会买一支汤匙 那这就是一个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吃饭的工具 所以这个铅笔跟这根汤匙是 也是你画的吧 对对对 这是现在On Studio的logo也是交叉的 对就是一个是铅笔 我最喜欢的事情是画画嘛 然后还有饮食 对这两件事情的结合 所以你用刺青的方式也把这样的图像 烙印在自己的身上 永久烙印在自己的身上 就是玩食艺术的视觉版 这象征着你就是这辈子就要做这件事情了我看 的确是想把这件事情做为置业啦 因为真的发现饮食这件事情 其实探索不完 花一辈子也探索不完 所以就慢慢累积 持续学习这样子 最初很担心你没有出路的家人 现在怎么看你做这些事情呢 我妈妈其实好像蛮 是蛮欣慰的吧 因为其实这一路走来就是自己找方法 不管是出国读书也好 或者是找工作也好 全部是自己想办法 所以她到现在应该是不担心我们了啦 自己走出来的一条路 很特别的一条路 对还在摸索中 非常祝福Leslie 那其实你也可以看看Leslie的最新的作品 巷子口的美食家 200家耶 天哪 200家台湾最在地的小吃素鞋 我觉得你身材维持的还不错 这个很难 真的很困难 谢谢Leslie祝福她 那也非常谢谢您收听 收看今天的人生从此不一样 谢谢Leslie带给我们她的人生故事 我们下回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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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